hello 大家好 我是每个人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玩整容 要和台湖版传授对决的英雄技能对比 然后今天对比英雄这个埃里和弓本 其实这个埃里就是早期 早期的弓本的技能 早期的弓本它的技能不是现在这样的 我们可以先开造型是吧 造型开始就有点像 这两个人都是拿着两把剑 对吧 其实弓本的造型也是修改过好几次 早期的弓本也不是这个样子的 早期的弓本我也有换个啥样的 反正应该不是这么 应该还是头发没有那么竖起来的 剑也不是这么拿的 它这个皮肤有三款 但是这皮肤不只色款皮肤 色款皮肤各有特色吧 这感觉都是比台湖的好看一点 这个地狱之眼前段时间体验服 好像都已经更新掉了 有做一些什么闪电的特效 这边怎么没有了 我拿的是铁湖和那个台湖 然后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埃里的造型 它就只有两个皮肤 我拿这个皮肤是上一次打一折的时候 这边拿的 这个传组队里 它打折的时候给的皮肤还是比较好一些 不像王者龙耀神秘上面给的 英雄或者皮肤 哎呀我真的不想吐槽了 连一个那个是吧 史诗级的都很少 基本都是那种28的28的 我们去训练一看一下吧 他在训练一都会说 它是龙饮龙者 看下它的普攻 它反正是定位和弓本是一样的 这是早期的 早期弓本也是先是一技能是 它是秀出一个龙卷风来啊 会把弓吹起来 但是它这个没有做吹起来特效 就是就是直接把弓给眩晕了 我们来看一下 吹起来有吹起来 但是动动动 没有没有像早期弓本那么高啊 早期弓本会把弓弹起来 是飞的有一个人身高那么高了吧 它是好像没有了 就直接是轻轻跳起来啊 然后我们看二技能 二技能是三段位移啊 这早期的弓本就是这个 二技能穿三下啊 那当时一改了之后 反正它不会用啊 因为它其实它只会一次 一段次啊 一段的 一段然后碰到龙 又会减低低 但是还不如这个好一点 直接来个三段啊 好好用就可以啊 大招 大招可以提升攻击速度 还有那个移动速度啊 现在的弓本大招之后也差不多 也有那个 还增加伤害的什么的 对吧 已经大招了 早期的部分也挺爽的 是吧 那为什么一定要重做呢 直接载一个新 新一型都更好 是吧 刚才是寸的这个技能 简单操作 所以说就去 存了一万八 就是买了第一个工本 一万八 工本是我的第一个一万八 很清楚吧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政府 就是台 在传者荣耀里面的工本 现在我的话 那是甜湖啊 跟甜湖做对比 甜湖他 可是现在工本 他这一技能是可以阻挡飞行物啊 对射手啊 还有瓦斯一些技能 就可以起到阻挡的作用 那就是这个二技能不能像 像以前那样穿三次啊 不能穿一次之后 所以是碰到一些怪物 可以碰到英雄啊 或者野怪 好像是可以解析的 现在我都开无敌 然后这个大招 大招是不能 空化啊 不过好像以前的工本大招 好像可以锁定能跳吧 然后在台湖里面 他没有锁定 直接是原地跳 我们各有天修啊 现在的这个还是也蛮不错啊 现在工本的一技能也是挺强 很无比一只技能 什么东西都能打到 飞行物全部打到 是否还能记得 我是谁 如果材质之后的技能 就不是很喜欢 开就一段路 大招的话也还可以 他们的价格也都一样 也就是18888的金币 这个大招是可以直接跳入锁定 这段时间属于无敌状态啊 没有人防御好锁定 最后我们再看一次这个 我们拔蚁的技能冷却关闭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冷却需要多长时间 现在一技能是78秒左右 就是前面呢 只加了两段 一技能位移三次啊 还是蛮不错啊 好好啊 追击里面都很好一碗 而且简单上手 是吧容易 为什么一定要改呢 然后最后我们看一下 他的技能描述吧 然后本期差不多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记得到我的视频 关于微信公传 文字结束 如果大家有什么精彩 也可以投稿到微信公传 文字结束 或者公传 公本的技能介绍 那我们可以继续到这里 再见